当我们科美601 6700 8000出2454 2451 2452 253都可以解决 这是一个解决方法 我们先准备把螺丝刀 然后我们把机器前面打开 机器先关机 这个主开关 可以先关机 看这里一个螺丝 这里一个扭松 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也扭松 这边打开就可以 这个部分 这个粉三就可以打开了 2454是黑色的充电架 是第四个 上面是蓝色的 蓝色的是 蓝色的是2453 上面是2452 相对应2451是黄色 现在是2454检查第四个 我们把它拉出来 充电架里面有一根电极丝 我们先检查这根电极丝有没有断 在这里面 如果断了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它更换掉 没断的话可以运吹风机 把它吹一吹 再可以装进去 有条件好一点的 可以把充电架换一个 直接换一个新的 直接拿一个新的 换上去我们直接 直接把新的这样套进去 这样斜着 现在把这个粉仓关好 把这个粉仓提一点 提一点 这边 这边卡住 卡住可以进去 然后把这个螺丝拧上 把两个螺丝拧上 好 然后现在按盔墨 现在我们还需要按住这个键 按住起走 按住起走边的UT键 按住它 然后还接 然后打开开关 按住十秒 别动它会自动进入维修模式 这个到维修模式的界面了 然后我们是输入第五项驱动模式 要强制公粉下去 第五项 第一项 现在就是维修模式里面的驱动模式 现在我们需要输入黑色协认仓的数值 这边 这边有两排数 这边我们需要输入54 下边这里有键 输入54 按一下 右边这一排代表颜色 右边这一排 黑色是09 现在我们输入09 输入1 左边这个键按一下 要跳到另外一边 然后输入09 这边 这个是黑色协认器的数值 200以上它已经是会出代码的 正常只有一百多 现在我们需要按开始键 强制公粉下去 这个数值会变动这个数值 下到190 就会按暂停了 现在是169 这个是正常的了 现在正常了 刚才200多 现在关机还机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